忍住啊 姐姐 洁熙 起床吧 你要去这公司啊吗 开车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 洁熙 今天我不上班 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 我快快了 睡觉 你看 今天的 大阳那么好 我去叫你好好吃饱啊 起来嘛 起来 起来 喂你的憔望 起不起来 你好 你去不起了 你去不起来了 起不起来了 你好 给我你给我你 起不起来了 你好 行 你不是说要找丝叶草吗 你昨天晚上都听到了 废话 听那么大声 我想不听见都难 谢谢你啊 走吧 走啊 别愣着呀 一起找 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 当你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好 谢谢你 当你给我最温暖的回报 也给我最阳光的笑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 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相互依靠 那个好小事 有那么多的人来愿意闹 那么多人的身体又散脏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 才换来如今都回一个手 有声 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 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 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 看来是找不到丝叶草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走吧 去哪儿啊 回家呀 现在就回家呀 不然呢 你还想去哪儿啊 嗯 嗯 静夕 嗯 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 嗯 没错 今天天气这么好 直接回家太可惜了 我们爬个山 舒服一下筋骨吧 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 要不你爬山我在山下等你 你平时养尊楚又惯了 爬山队身体特别好 是啊 爬山很简单 你要喜欢爬 我组织一个登山队 陪着你慢慢地登 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崇山峻岭 但是今天还是算了吧 河山峻岭 你是不是不行啊 什么 我不行 我告诉你 从小到大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 你行 你行 我相信你 回家吧 等等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行 我不行了 我要休息 跑啊 爬山啊 才跑了半个小时 你就休息了十六次 喝了三瓶水 照你这样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不是 那行李怎么这么好啊 我从小就爬山啊 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案子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啊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走吧 我不管 我不走了 我走不动了 我要休息 贺锦西 你还说我不行 我看是你不行吧 你说谁不行呢 你呀 我就说你 我就是累了想要休息一下 我怎么不行了 顾西成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给我等着 怎么了 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 我手没事 我看看 这儿啊 你慢点轻点 轻点 轻点 这儿 忍住啊 你呀 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 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 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 怎么运动过呀 那是你不关注我 哎呀 轻声轻 哎 停一下 那边好像有个倒灌呢 那要怎么样 我们过去看看吧 哎 哎 放我下来 来 师父 哎 师主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位神仙啊 呃 我们花神宫花神殿 供养的是一位 花神娘娘 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 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 谢谢啊 请 花神娘娘 算了吧 那得拜一下啊 走啊 求姻缘的 哎 走吧 求姻缘的啊 那是 嗯 许什么愿呢 保密 有什么好保密呢 说什么 那就冲完签之后告诉你 来 上上大吉 看来师主应该是祖上吉德 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 嗯 可喜可贺 抽啊 下下下打凶啊 下下打凶啊 明与立皆虚虎 反百事吉中凶啊 道长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看姑娘面相 应该是大富大贵啊 只可惜这些福气 都不是你本身的 行了 道长 走 走走走走 西城 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 这个人阴阳怪气的 别理他 上了 怕你咧 我觉得我这会儿好多了 我自己走一会儿吧 上来 来 来 西城 这条路我们走过了 走过吗 是不是你记错了 道观在哪儿 奇怪 又是那个破地方 去那边 累坏了吧 去那边 西城 别说了我知道 还是这条路 还是道观 斜了门了 你先下来 小心啊 没事 你在这儿等我 那里有几个人 我下去看一下 嗯 嗯 嗨 美女们 帅哥 有什么事吗 我想打听一下 去山顶的路 那我告诉你 我有什么好处 嗯 您要什么好处 我都可以满足你 哎呦 真的吗 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 你告诉我 你怎么那么快出手了 什么啊 不是我先看到的吗 干嘛 干嘛 我我先看到的 我只是想要 打打听一下路而已 顾西城 一万个路需要那么久吗 嗯 快了 马上马上 帅哥 嗯 她是谁啊 你表妹吗 啊 对 她是我表妹 的表嫂 表 表妹的表嫂 她是你 老婆 对对对 啊 其实 谁说你有老婆啦 是啊 所以我 我是一个 气管炎 不是你们的菜 气管炎又怎么样 结了婚又怎么样 结婚了还能离婚呢 帅哥 今天你的联系方式 我又不定了你 可是你怎么这样呢 还有我呀 我也要 干嘛 我先要的 我先要的 快快快快快 都别抢了 我都给 一个一个给 好吗 有没有笔 有 搞定 搞定 你老婆的眼神啊 有没有吃饿了吗 她爬了一天的山 有点饿了 简直就是母老虎嘛 记得离婚了 快找我哦 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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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